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呢 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总共有 现在有先推出三个方案 好 那第一个就是进单plus OK 那进单plus基本上呢就是 我们会发给你一个连结 然後你可以去许愿你想听的主题 举例来讲 你可能今天想听这个 比如SARS服务的这些业务 它是怎么去做声音的 或是你想要听在金融业的MA 它是怎么去工作它的一整天 或是它是怎么去跟工程师沟通 那这些你都可以去许愿你想听的主题 那进单plus它每个月的费用是 一个月四十九块 所以一天就是一点六三块 OK 我们谢谢我们的这个数理天才凯莉 对 那订阅方案二呢 它每个月是九十九块 那跟plus的差别呢 是在于说 它其实还包含了业务告解室里面的这些专人的回应 就是包含你的工作上的一些疑难杂症 或是你感情上的各种疑问 你都可以在我们的业务告解室里面去发问 然后我们这边我们三个人就会回应 我们会悠闲 也不是说你 对我们会悠闲 因为现在塞车了 对 因为基本上塞车了嘛 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真的有赞助我们这个禁单gold 一定会念到 对 一定会念到 一定会念到 对 那它就是等于多了这个的好处 就是你除了可以许愿你想听的主题之外 你还可以就是听到我们三个人针对你的疑难杂症去做回应 优先分享 没错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是这个一次性的赞助 等一下 刚刚那个还有一个是可以成为我们IG的自由 对 IG的自由 自由 所以我们就会传一些现实动态给你 我传一些照片给你 对 一些照片 就比如说我们就是在吃饭 那个限动的 那个圆圈圈是会变绿色的 对对对 就限定自由才开展到 对 就是我们会 对对对对 对 我们一起伺生活的部分 对 你可以跟我们更密切的互动 你可能会知道一些一般IG粉丝不知道的事情这样 对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很恐怖 很恐怖欸 好 那最后就是有一个一次性的赞助方案 是它是一次性的 那就是一次就是600 那这个方案呢 就是包含了刚刚讲的一切 就是说 你也可以许愿主题 也可以业务告解是专人回应你的工作跟感情商隐难杂症一次这样 对 那大概有分这三个方案 然后 还有一个啦 还有一个吗 就是自定金额啊 对 还有自定金额 自定金额就是你如果今天想要汇一千万给我们 我们也收这样 对 就是你想给多少就给多少 那它最低是一百块 那要一百块也可以 OK 对啊 就一次性的赞助这样 对 因为我们现在录到那 录了一年多了 那目前还是那个负债中 哈哈哈哈 零业配 零业配负债中 对 所以喜欢我们的话 如果你也不想要每个月给 你也可以一次性 那每个月给的话 其实基本上一天就1.63块 那如果是99元的话 一天就是3.33块 哇 没错 Quick math 我们会把这个赞助方案呢 我们会把它放在我们的 我们应该放在我们的IG吧 大家就看了 已经放了 对 是去那个连结嘛 简介里面的连结 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给我们一些 给我们的支持啦 所以要给我们动力 让我们就是可以付这个录音师的钱 没有 你要怎么讲付录音师的钱 你要讲说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给我们 对对对对 绝对是制作更好的内容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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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错 刚刚讲错 sorry 好 进入我们的节目环节 业务高解释 等一下那次在这里 我们进入我们的 业务高解释 好 第一者呢 是来自于制药业的Emma 那她现在是研发的职位 那她的问题是 我想转职到科技业的业务 因为她觉得她现在的年薪不差 但她可以看得到自己薪资的天花板 所以想要转职 那她不是科技的相关科系可能不易转职 想请教我们的看法 非本科系要如何顺利转职成功呢 因为她在制药产业嘛 可是因为制药这个产业跟科技业其实算是完全不同 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focus的东西 产品内容其实完全不太一样 那她因为想要进到这个产业嘛 所以我个人给她的建议就是说 她其实可以先去看一些商周相关的新闻 或是有一个叫iSum 就是一个也是一个科技媒体 那你可以看一些近期发生的一些科技的一些时事 比如像最近震撼就是元宇宙 对 你们知道元宇宙吗 Metaverse Metaverse 然后甚至Facebook还改名叫Meta 每次看到Metaverse想到那个Multiverse Multiverse is always in your mind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常关注这些科技新闻的话 你就知道说 比如说以元宇宙来讲 它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产业可能都会用到 比如说AR跟VR的眼镜 像这种厂商一定会 之后一定会起飞 或者是说像云端这一块 可能会需要很多这种云端的运算等等 那这些都是相关的一些产业知识 那如果你想要进到科技的话 你有这些相关的这些产业知识背景的话 其实也会比较帮助你知道说 你要在科技的哪个领域发展这样 对 然后我的想法是 没有什么 其实如果你是要当科技的业务 没有什么科系 是必须要当科技业业务的 才能去 因为业务本来就是没有门槛 有些公司是学历 甚至也不看学历 或是也不看你是什么科系 它只要觉得你的特质 你的个性适合 它就觉得OK 那因为你这边有写你的年纪嘛 所以其实你算是有工作 年资的 那如果你的工作年资 一直都是在制药跟研发 你要转科技业 然后你也有 对自己有一定的薪资要求 那可是你的资历又不够 那的确如果你跟 那些大学刚毕业没多久的人 去比 人家可能会比较愿意 去选大学刚毕业的 因为人家薪水也比较低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 把你这几年的工作资历 跟业务连上的关系 让别人觉得 你这几年 并不是空白了一张纸 你这几年的所有的经验 对你当业务一定是有帮助的 所以你自己在写履历 跟你在准备面试考题的时候 你要把你当制药业的研发 所学到的所有东西 整理成为什么你可以当业务的原因 对 你这样子你开 比较高的薪职 公司才会愿意用你这样 那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蛮重要 就是说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分两块 一个是技术能力 一个是你的人格特质 那我觉得像技术这一块 其实你自己除了 自己平常去吸收一些相关的知识 或是你甚至去考一些证照 其实都有办法 帮助技术的提升 那因为他自己是研发 我觉得技术这一块 反而他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我觉得人格特质又是另一块 比如说像 人格特质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强调 虽然他现在在制药里面做研发 但是如果他面试的时候 可以多强调一点 他在teamwork是怎么合作的 或者说他怎么样 表达自己的沟通能力很好 或是有办法 跟不同部门的部门的人 去拉一些资源 然后完成他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如果想转到科技的话 可以在面试的时候 有提到这些事情 那我自己的 我看的方向 比较像是实际层面 因为他说他对他的年资 年薪不够 觉得会有天花板 但我觉得其实 如果你真的要年薪没有天花板 你可能要做的 不是科技业的业务 是保险业务 或者是信用卡业务 或者是更多B2C的业务 那个成长会更快 因为其实在科技业来说 它是一个也算是 从传统产业转到 开始有一些新的开始 但是其实在薪资的结构上 你要马上要有很大的突破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困难 对 所以不要有太美好的幻想 对 因为你带着太美好的幻想 去找这些工作 你真的进去可能会失望 对 不过我就我自己的理解 其实有时候在科技业里面 其实有时候会有那种 你知道我觉得他是有时候 都会有这种三级跳的感觉 就是你可能在前面可能 比如说你年薪不到一百万的时候 你会熬得非常久 可是你熬过去 然后你有一定的产业的人脉 或是你产业的知识 其实到时候你被 有某一间公司挖走 去做一个比较senior level的职位 可能你年薪就会 嗯 跳比较多 对对对 但的确是要蹲比较久 所以这也是要跟Emma讲一下 就不要觉得马上转过去 你薪资好像就可以很高 对对对对 没错 好那再来是一个不愿意 透露自己名字的房仲 他说我被不熟的大主管 在上上上的管理层 公开场合点名大骂 但明明是主管误会我的想法 该做的我都有做 而且有提早完成 如果是你们 你们会怎么办 他没有写scenario有点难 对 他说主管在一些公众场合 大骂他 对点名大骂 而且是被不熟的大主管 所以表示是平常不会管理他的人 对 所以我看这一则 主管的主管 我的想法就是 这个大主管会不会在直商骂怀 因为他知道你是 就他在骂其实是你的主管 对啊对啊 我也觉得 他只是用一个不重要 不是不重要 一个新人来去影射 他在骂的上面的那一个主管 所以不用放在心上 我个人觉得就算他不是直商骂怀 假设好了 假设这一个 这个他这位主管 真的就是骂我们这位粉丝好了 我个人建议是说 先去想想看 这个主管骂的有没有道理 对 对 如果说他真的是 骂的完全没有道理 那我觉得 你当然可以不用把它当一回事 就是说因为你 你毕竟你不会在这间公司待一辈子 那 但如果他真的骂的有点道理 就 你就可以学起来 然后改善这样 但的确在公众场骂人 的确蛮不给面子的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早遇到比晚遇到好 因为我觉得在每一个职场里面都会遇到这样的人 对 就不是所有人都很nice 所以我觉得 如果可以承受住 然后用心态可以去转念的话 我觉得会是比较好 不要想说要去跟这个主管硬破硬 因为他能够当这个 当主管 大大大主管 大大大主管 肯定他有一定的实力 以及他有一定的这些辈分 所以你想要直接去反抗 其实也不容易 对 其实我觉得提供一个另一个观点 就是说 还是要去想说这个主管 能够坐到那么高的位置 一定有他厉害的地方 那与其去讨厌他的一些所作所为 不如就看他有没有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 而且我觉得 非常正面 他可以先跟他的主管讨论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 你说 敲他们 说你为什么要在公众场骂我 不是不是 他的主管 他的直属主管 因为骂他的是他主管的主管 对啊 所以他可以找他的主管 主管先讨论 对 第三人可以更客观地说 你哪边的确做得不好 或者是这只是一个情绪性的表现 好 希望你不要太受伤 对 你不要太受伤 没事没事 好 接下来下 因为其实我每次念业务告解事前 我都会自己先念过一遍练习嘛 然后接下来这一则 我在车上念到哭 嗯 因为我就很感动 落泪哦 我真的有落泪 哇靠 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月经快来了 怎么样 我弄哎 对 我不知道等一下还会不会再哭 那我来看 我现在那个来 看一下会不会落泪 我现在预告 不用用这个当作 好 然后这是飞 然后他现在是在设计产业当设计师 啊 来咯 OK 我的职业不是业务 所以才填写 他只是想告白 就我们在前面的那个选择 可以选说你是直来还是炉边嘛 他是选其他 然后写 我只是想跟你们告白 OK 他说呢 从读书会的书友 推荐得知你们的podcast 他们那一次的书友 读的是金牌业务 哇 哇 谢谢大家 那身为 呃 在认识这些书友以前 他对业务的想法 只有保险业 防众 还有很常接到股票 信贷的推销电话 对业务的认识很浅薄 听了你们的podcast 有一种来到新领域的感觉 那平常也很少接触到科技产业 那听完觉得自己的世界好小 感谢你们做了这个podcast 在上班的时候 听节目真的很羡慕 你们有这么 这样活力的同事们 目前的工作环境 是属于比较安静的 同事也是内敛型 常常上班的时候听 都好想跟你们一起讨论 有太多太多想要分享的事 但碍于 呃 篇幅的关系 所以我先分享一下 我对30岁的看法 我是一个30岁 已婚两年 而且已经要负责 照顾年迈家人的人 当工作感情状态 被绑在一起 讨论的时候 有蛮多的感慨 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对30岁都有 某种刻板的印象 必须达到某种程度 才对得起 身为30岁的自己 当你越接近30 却没有达到你心中 开始想哭 我有点想落泪 对啊 理查感觉 是开始 慢慢越来越沉重这样 没有我还在感受 你们已经进入了 没有其实我刚开始落泪 是他在前面说 感谢你们做这个podcast 我就已经落泪了 然后接下来是 当你越接近30 却没有达到你心中 所想的成就 会有莫名的恐慌和比较 29岁的我很恐慌 因为我在工作中 其实还是很迷惘 并不觉得自己 有什么成就 感情从来都不是 我获取成就感的来源 也没把结婚当作人生 必被达成的条件 只是刚好就结婚了 到现在30岁了 这个感觉没有不见 也一样迷惘 但开始告诉自己 年纪只是给自己的 一个借口 无论你哪时候 想学什么 想转换跑道 一样可以跟 20几岁的时候 一样大胆尝试 常在节目里面听到 如果30岁后 会很难如何 我想说的是 对 做某些事 会有一定的门槛 但如果可以 在合理的条件下 不会伤害家庭关系 或是让自己穷困潦倒 希望大家 不要被自己的年龄限制 而不敢去做些什么 说完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也只好 再次感谢你们 做这个节目 你们大开黄枪的时候 也很好笑 谢谢 好感动的一段话 很真诚 这个很真诚 很real 我觉得它会 我记得我们是不是有一集在聊说 不要再把什么 不要再把to do list丢给30岁的自己 35岁的自己 其实我觉得有点 类似有点呼应这个 而且我觉得 你不觉得 就是 因为像我现在也快26了嘛 可是当我在21 22岁的时候 我想到30 人生就是断在30岁 对啊 我没有去想像30岁以后人生是什么 因为所有 如果是女 尤其是女生 我觉得女生很容易就是 我30岁要结婚 然后就断在结婚30岁这边 然后好像就没有后面 后面就糊掉了 后面就糊的 因为你21一直到30岁是 每一年是有个明确想要做什么的 30岁后面是一块灰色的地带 你说你想像就只想到30岁后面 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迷惘的东西在这样 我觉得30岁真的对某些人来讲 真的是一个坎 尤其对男生 像我自己 我他妈我也快30了 其实有时候也会有 像这位粉丝里面讲的 就是会有一种 干自己好像是不是还一事无成 而且同时有时候会比较 你知道吗 比如说跟你同年纪的人 他发展到哪里哪里 所以有时候其实会 我觉得在27岁之后的男生 好像很容易会这样 对会说实在这种压力蛮大 就是 有些人就发展得很不错 比如说他创业 然后他结婚 然后他买房 然后他买车 然后你就想 干 我现在在这边 在磨 在蹲 然后什么时候才可以 就是也就是你知道 步出就是你知道 自己的一片田 对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的确就是 不要去跟人家比较 然后就像刚刚这位粉丝讲 其实不管在哪个年纪 其实你都应该 怎么讲 放手去做很多你想要做的事情 不要因为你的年纪 而被束缚住这样 就是never too late 对 never too late 有一句话很好笑 是英文翻过来的 然后他中文是 最好的种树时机就是现在 这很好笑吗 对对 就我觉得很奇怪 那时候看到这句讲是撒小 他意思就是说 你想要一棵树长大 你不要一直想说 啊我为什么 没有五年前就种这棵树 你不要想这么多 你就现在就种 就先种 对 你就现在就种 嗯 好感动哦 真的啊谢谢 好暖的一个 在车上错气了一阵子 这很值得错气耶 我觉得很real 我觉得很real很real 粉丝那么真诚的跟我们分享 其实蛮开心的 对啊 他的谢谢会让我真的觉得 你好像真的很谢谢我 对就真的很谢谢 有人谢谢很假是吧 谢谢 不是不是就是他 他不是业务 可是他又愿意来了解我们的生活 对啊 怎么会愿意听 还蛮酷的 很感动 嗯 感谢 真的很谢谢你们 好 那再来是 呃我也叫CC 我在生技业 今年26岁 他说 主持人好 我是有一天在podcast 找业 呃 药厂业务 分享 找到你们的节目 一听真的觉得 哇塞 心中 海浪滔滔般的波澜 呃 我想只有业务能懂业务的喜怒哀乐吧 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做业务 但还是常常会对自己的产业 感到迷惘 就像初恋结婚一样 会想是不是还有更适合我的人 也想趁赶快 还没太老的时候 赶快试试别的产业 思索自己是不是要换产业 但碍于现在的工作 其实也不算太糟 想问你们 有没有想过要换产业呢 是因为很喜欢这个产业吗 还是因为想要领到钱呢 最后要跟CC表白 因为我也是狮子座 每次听你分享 都十分十分爆炸感 感同身受 我也想过要录自己的节目 但因为我们工作模式 基本上都是自己 羡慕你们有一群超合拍的伙伴 加油加油 我会继续分享给更多人的 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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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CC 天哪 他叫CC 然后也是狮子座的 对啊 这会不会是我自己投稿的 对啊 太扯了 这个巧合太扯了吧 他在生伎业 对啊 对那大家对于这题有什么想法 嗯 可是他的年纪其实 其实他很年轻啊 对啊 想换就换啊 只是要 我觉得要想清楚 为什么自己想换的原因啦 嗯 对 对对对 不要 嗯 当然我觉得换了 如果你又后悔了 你就再换回去 生计产业 我觉得也可以 只是说我觉得最好是 做什么事情 都还是先想清楚 会比较好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你很难 很喜欢你自己的产业 没有什么工作很爱吧 对因为你 你在卖东西的时候 你就是会看到他的缺点 嗯 你会被挑战嘛 所以你很难去爱这个东西 像这礼拜开会的时候 老板就说 进步就是你觉得 昨天的自己是错的 然后他就说 他也说 进步就是 站在今天的立基点 你会觉得昨天可以更好 嗯 所以有时候你面对工作 你开始产生迷惘 或者是困境的时候 有的时候 这就是你进步的过程 那就是一个转机 有可能 也有可能你真的 讨厌这个产业 但很多时候 都是你正在进步 你正在经历这种不舒服感 嗯 但可能你想 呃 更正面的想开一点 或者是 用别的方式去尝试 改善自己的做法 说不定会有 呃 更好的 对啊 成果 嗯 我觉得我也想echo一下 就是说 产业这件事情 就是说 像我现在进到 我现在公司的产业之前 其实我是对这个产业 有非常大的憧憬 对 就我几乎是做了 fully prepare 然后准备了证照 然后 也对这个产业 做了极大的研究 可是当我 进去之后 发现其实 还真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就大家赚钱的方式 business model 其实 都不是我进到 这个产业之前 想的那么的美好 对 所以我觉得 真的就是说 有些产业 真的是你要进去之后 你才知道说 它是不是 呃 真的很适合你 说不定有一些 产业其实你 你原本觉得跟你 一点都磁场不合 可是你进去之后 就发现 哦干 其实你超市的这个产业 都是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还是要 趁年轻的时候 给自己多一点机会 去尝试不同的产业 然后去找寻 可能真正适合自己的 一些职业 对啊 而且有时候 产业之外 还有你公司的风起 你的同事 你的主管 有太多因素 对 不只是产业 对 有太多因素了 所以 的确如果你现在 不讨厌你现在工作 但是你觉得想试试看 我觉得 而且你也蛮年轻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对啊 对啊 而且我之前有听说 一个说法 它是说 以前的各个产业 就是很壁垒分明 大家都是有 非常高的专业性 彼此之间 有点不相往来 比如说你很难 跨产业 你跨产业就要从零开始 但现在有新的科技 像现在还有什么metaverse 这种东西 让产业跟产业之间的 那个界线 其实越来越模糊 所有的产业都会变成 最后都会变成科技业 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是 你要多跟上产业 多跟上你生活中的 科技的趋势 其实你的适应力 就会很高 对啊 而且你不管换到什么工作 的当业务 你都会听到 那边的老业务说 啊我跟你讲啊 这产业不好做 对啊 你卖什么什么 哦 那RMA一堆啊 然后那个什么什么 你不管到什么公司 都会有人跟你讲 这个很难做 对 很竞争 对 大家都在抢 什么什么的 所以都一样 对你就不用抱着太 我觉得大家都一样 换工作不用抱着太高的期待 你应该对自己抱着期待就好 对没错 你不要把期待 压在别人身上 你应该要压在自己身上 对对对 同意 同意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 登登登登登 上课了 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一本书 那这本书叫做 The Solution Selling Fieldbook 那这个 同学给我起床 理查同学给我起来 好 我们刚刚就在录音之前 就有先review一下题目 然后review到一半 我们就说 天哪我会不会等一下自己讲到一半 就说同学我们先睡个十分钟 先睡个十分钟 等一下再起来 好我今天就这样讲的有趣一点 ok 然后作者叫做Keith Eads ok 然后Keith Eads 他是一个 他的公司就叫做什么 Sales Solution 什么什么的 他的公司是一个顾问咨询公司 然后是专门去科技公司上课 就教业务怎么当业务这样 哦 对 然后他的客户有 比如说IBM啊 AT&T啊 American Express 什么等等 就那种美国大公司 所以他才很红 然后写了很多 这只是其中一本而已哦 他有一系列的 就是怎么当业务的一本书 ok 对 那我就选了其中一本 然后想说 从里面大标题出来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我们 因为反正他的想法是觉得说 包含我们之前 我跟CC跟理查的前老板 都是认为 当业务不只是艺术 其实业务是可以量化的 你做的每一个东西 都可以变成SOP 都可以量化 你都可以去实际看得到 你做的每一个步骤是对还是错 那这本书也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 我们从第一题开始 好 一开始你要找客户的时候 你一定是先call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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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要去拜访 对不对 那你怎么去进行 有 呃 拜访之前有效的规划跟研究 来你们分享一下 你们过去的经验 好 举手 凯与老师 我要回答 好 请说 非常积极 我喜欢 好 那我这边也分享一下 我自己 因为我还没有看这本书 但是我们自己公司也会有一个 你在就是开发这个客户之前 你需要做的一些 规划跟准备 还有研究 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这个 所谓的business model canvas 就是商业酒工格 对 应该有些大学生 或是其他公司的朋友 应该有听过这样的一个酒工格 那这酒工格呢 其实就是来 在我们去跟这个客户简报 或是寄信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 这间公司的商业模式 对 那这个商业模式涵盖了九大项 那其中一项 一到九可能就分成就是他的key partners 比如说这间公司 他平常是跟哪些公司去做合作 然后他的key activities 比如说他 比如说以这个游戏来讲的话 他可能本身 有哪一些主要的商业活动 比如说他自己开发游戏 还是跟别人一起开发游戏 或是把自己的游戏授权到海外 对 那这可能就是他自己的商业活动 那再来第三个可能就是他的key resource key resource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商业要形成的话 他需要有哪些资源投入 具体来讲 假如他是一个游戏业的话 他需要有游戏程式设计师 需要有美术设计师 那需要研发的PM 那有这些人在一个团体的时候 才有办法产出这些游戏 那再来就是第四个 就是有一个value position 就是说他这个游戏可能 有一个价值在 比如说让玩家有很好的游戏体验 或是游戏的这些游戏表现 有低延迟 比如表现得很好 就是大家都不会觉得lag 那再来第五个就是说 他们有一个社群 比如说社群就是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 某一款游戏的一个资深玩家 你可能也会在某些社团里面 去讨论说 这游戏有哪些攻略 或是怎么玩 玩起来有一些 心得 心得 对 玩起来有一些心得 那再来就是channels channels就是说 他这个产品 他可能要销到哪里 比如说销到iPad 下来PC 那最后就是说 他的客户可能分群 有分哪些人 比如手游玩家 电脑玩家 然后最后就是有分cost跟revenue 就是cost 可能就是说他 这整个游戏在开发的时候 他可能有哪一些基础设备的成本 比如说基础设施 IT基础设施 或是工程师 美术人员的薪资 那revenue可能是来自于 比如商城 或者是海外授权的权利金等等 好 那这个九项大概就是长这样 那当我们在研究一个客户 知道说 他这个九大的这些segment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客户的商业模式在哪里 那我们进而就可以知道说 他的痛点在哪 对 因为像比如说 你刚刚讲的游戏公司好了 他的最大的支出成本 其中一项是要去维护IT的设备 没错 那假设你现在是云端设备的公司 那你就是在云端方面 你可以跟他说 你就可以节省掉 去维护这些地端设备的 人力成本啊 时间成本等等的 是的 你就比较好下手 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开发客户的时候 会很无厘头 直接打那张过去 然后很急着要去卖你的东西 可是你去整理这种九宫格 你可以更快找到人家的pain point在哪里 对 对 那CC呢 我补充一下 透过这个九宫格 就是你可以知道 他是怎么去达到 这个公司的价值主张 比如说他跟目标客群之间 是怎么做CRM啊 然后他跟关键伙伴 是透过什么样的关键活动 这个在网络上都有那个图跟他的流向 大家可以去查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对对对 那我自己的话是 我如果在去拜访客户前 我会确定他的tier是哪一种 比如说他是SI呢 还是他今天是end user在做solution survey 然后我也会确认窗口的角色 去了解说他是一个窗口传递消息的人 还是他是一个主管呢 还是他是一个keyman 那再来是我会确定会议的内容 因为很多客户会说 你可以来简报 但他们并不会说他们需要什么 所以我会透过聊天的方式 确定他们到底对什么比较有兴趣 然后我也会根据过去的交易记录去看一下 他们对什么东西可能会有兴趣 而且有什么东西可能会是他们抱怨的地方 对 就他们过去的交易记录 再来就是我会整理简报的内容 然后我也会根据KRD的性质 决定是否有需要做demo KRD的话是不是还是要介绍一下 Key Revenue Driver 对就是keyman 我会根据这个窗口 不管是不是keyman 我会决定说 我是不是需要带设备去demo 因为有时候你带设备过去 不一定真的要demo 你只要带实体过去 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感觉 或者是你会让这个窗口很有面子 然后我会准备一个大概的price range 让他们在问我的时候可以大概去讲 同时也可以去测一下他们对那个价格的敏感度 对 对我刚刚See有讲到的重点 就是不管你对到的是窗口还是keyman 然后你先了解会议的重点 跟是不是要带产品过去 其实有时候人家并不是真的要现场看你产品 能不能work 就是一种面子问题 因为他如果主管在场 你是他约的厂商 如果你表现了李里拉拉 其实对于他主管来讲 就觉得你为什么找个李里拉拉的厂商 你难道都没有 你就在浪费我时间 可是当你准备非常好 他主管可能就会觉得 诶 不错哦 让他很有面子这样 哇 这两位学生非常聪明 满意 我可以拿100分吗 可以可以 满意满意 high pass 好 这次呢 这本书它有很多basic principle 那针对这一个其实 尤其是B2B的销售里面 一个最大的basic principle就是 痛则思辨 来 大家跟我一起念一次 痛则思辨 痛则思辨什么意思就是 客户为什么会跟你买 就是因为他现在 使用的东西他遇到问题了 他有pin point需要解决 然后你的出现呢 让他解决掉他的问题 他才会需要去改变 因为B2B你卖公司 其实一般他一定 有他现在正在使用的嘛 不可能是 很少是他完全没有买过这东西 现在需要买 大部分都有 他需要换厂商 或是他需要换solution 所以我们常常当业务的时候 我们会很容易觉得 很容易就是觉得 自己的产品一定是客人想要的 或者是很容易觉得 反正我就要把这个卖出去 你会忘记别人到底为什么要买 其实你只要找到那个pin point 跟找到被这个pin point关联到的人 因为他必须要解决掉这个问题 他才可以升官 他才可以加薪的人 那你基本上这个产品 后面就比较好进入了这样 那他这时候有 这本书里面有讲说 你要进行拜访前的规划研究 其实就跟理查跟Cee刚刚讲 我觉得差不多的 就是第一个是keyman chart 就是你要拜访的公司里面 重要职位可能有谁 然后他们没 为什么他们会愿意 比如说他coco已经愿意跟你小聊一阵子了 表示他有一点小兴趣了嘛 那为什么他会对你有兴趣 他现在可能面临到的pin point或是什么 那你可以从你最熟悉的那一个窗口 先去打听一些资讯 那有流line有流email 其实你随时都关心他一下 聊一下 一直在follow up 然后更新你的database 就对于这个公司的keyman的database 你就可以一直去更新 那再来是公司的概况 那公司的概况 其实我觉得就跟刚刚你们讲的那个九宫格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意思 你要了解公司的概况 你会比较好去打入这个公司 你才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就是 把你公司的菜单全部掏出来给他 让他去挑 那客户有时候根本也不知道他要什么 对 那最后一个是痛苦练表 那这个我觉得比较难 那我也觉得每个产业不一样 不一定 我觉得这倒还好 但是他里面讲的痛苦练表的意思是说 你用图表的方式来写出组织内互相监督的利益关系 比如说现在这个预算是管理部的预算 但是有采购部 然后呢可能也有使用单位可能是人资部门 那这三个单位他们 然后最后可能需要去evaluate你这个 evaluate这个solution能不能work可能是IT部门 所以这四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 他们到底谁是影响着谁 然后哪一个职位是能够做什么决定 这些东西你可以列下来 让你更知道说你面对什么样的人的时候 你应该说什么话 你才不会讲错啊 让别人对你的印象不好啊等等的这样子 所以连接起来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构思说 哪一个职位的人才是你 应该花最多心思去打的人 让他激发说 你这个公司的产品真的不错 的那一个人到底是谁 那哪一个职位的人才是最终可以做decision的那个人 对 因为他这本书的想法就是 反正每一个业务的时间有限 你应该要前面先做好功课 把你的时间用到最大值 对 不要浪费太多时间 没错 我听完你这个其实我在想 我其实有个想法是 我听到很多这种卖那种ERP系统的sales 其实就很需要你讲的这些 包括尤其痛苦练表 这个是他们最常用 就是说他们必须真的很熟悉 整个公司的这些政治角力 或是哪一个哪一个部门讲话话语权比较大 或是他们真正的痛点等等 其实他们必须真的要去了解 尤其公司很大的时候 真的如果没有懂这一块的话 你会花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窗口 对对而且你就是如果你一直在坚持对那个窗口 然后其实窗口最后根本不是可以决定的人 对那你就完全前面时间都不知道在干嘛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故事是说 就他们就是类似就是需要像凯莉讲分享的这些 就是懂很多公司的这种公司角力或是政治文化 然后甚至因为这个sales可能平常就要对到他们的这种营运长 或是CEO等等当他如果真的成功把就是他们家的一些ERP系统 真的导入到这间公司里面 因为ERP系统可能就必须串借到各个部门里面 对所以每个部门就其实都要了解他们现在使用的状况 或他们感受如何 对然后像那位前辈就跟我讲说 当他真的把这个系统成功导入之后呢 其实他会跟他们这些老板 或是因为富二代的老板 其实关系会非常好 因为你等于几乎是他的左右手 因为你很熟悉他底下的这些生态跟文化 甚至就你搞不好他离开那间公司 他就直接被挖角到这间公司去服务了 而且基本上这种东西打很深的话就不会换了 除非你出什么超大的问题 不然就不会换了他就一直跟你买 就固定的订阅下去了这样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进入门槛比较高 就打入这种这种产品要打入这种公司比较高 可是同时如果你真的打进去 其实也很难真的把你的单抢走这样 对那大家一定会觉得 干他这种keyman chart跟痛苦列表我要怎么做 你这样讲可是我要怎么做 那我觉得这就是身为业务最大的价值 就是你要懂得时时刻刻去follow up你的窗口 那你要了解你的窗口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但就像刚刚那个CC讲的 你的窗口有可能真的只是窗口 他可能只是一个传达消息的人 他并没有任何决定的权利 但是他却可以当你的好朋友给你很多资讯 装脚 公式装脚 对他是装脚 或者是他的确是decision maker 那他可能可以做决定 他不会愿意透露这么多资讯给你 你就不要一直浪费 你就不要一直浪费他的时间跟他闲聊 等等的 对你要搞清楚你对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没错 好下一题啊同学 讲到痛哲思辨对吧 就是要让客人 就是你要知道客人的pinpoint 可是客人他知道他的pinpoint吗 他可能知道 可是他不想承认 或者是他不想跟你讲 对不对 他可能不想跟你讲嘛 不熟啊 那你怎么去帮助你现在在开发的客户呢 直接对你承认他所有的痛点 而且激起对你产品的兴趣呢 来同学们 这一片沉默是 好我先来 这题我先来 来CC 因为我通常对到的客户都是 B2B的客户嘛 那我通常他们会找我去 会通常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 有新的机会 他们现在的partner做不到的 第二个是他想要换掉现在的partner 有问题 所以就这两个其中一个 那我的做法是 我通常一到那边 我不会先做简报 我会先聊天 电脑绝对不会先拿出来 然后我会用很温和 很委婉 连续性的问题 引导他 让他写下新方 因为大部分的 不管是end user 还是中间的SI 他们面对业务的时候 他们其实 今天的这个会议 他们都会有一个心态是 他要来卖东西 他是sales 所以我要看得清楚 他的话术 所以防御性很强 所以你如果在他 防御性很强的时候 你一直讲你们公司的产品 有多好 他绝对不相信你 所以你要先让他说话 所以我前面都是连续性的 很多很轻柔的问题 慢慢让他说 比如说 我知道你们过去做那个专案 那你们现在怎么样 那个我之前没有做过 那他可能就会说 其实那个做得很失败 这有没有很像男生 第一次跟女生约会 有点像 就你如果你是男生 你不能一坐下来就说 我家里很有钱啊 我爸是那个什么老板啊 CTO啊 真的真的 我超常去这家餐厅超好吃 你跟我在一起 我每个月都在你出国 对啊对啊 爽啊爽啊 干了超屌 不要把男生塑造成这样 又不是说男生那么极端 不是啦 就是讲极端一点 但是其实你 一坐下来 你就是有礼貌保守一点 然后一直问女生问题 就是了解他的生活 其实女生就会很容易 对你有好感 对 是一样的意思 对 所以我就会从一些主题 比如说第一个主题 就是他过去成功的案例 那还会有一种客户是 他真的防御性很强 他连他过去成功的案例 都不愿意分享 那我就会再马上换主题 我不会围绕在同一个主题 因为你要让他有很多个主题 他才会有一种 你现在是真的在问我 还是你在卖我东西 最后他就会有点搞不清楚 然后就会真的跟我聊天 他跟我聊天之后 我在介绍东西 他才停得进去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复义 复义 非常非常好 那理查呢 那我想要补充 就我觉得像是你刚刚讲 也是我觉得 我会采取的一种形式 我可能我也会闲聊一下 但我觉得闲聊之余 接下来可能就会进到正式的简报 那我觉得正式的简报 如果同样也要让客户觉得 你不是在卖他东西 而是要帮助他解决问题 那我觉得他就会相对比较有信任感 那我通常我自己还会准备就是说 我在我还不知道他的pain point 可能在哪里的时候 我会讲说 在他这个产业平常会遇到哪些痛点 我等于用其他的客户的案例 来分享给他 跟他讲说 你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然后再访问他说 像这样的状况 你们现在有没有遇到 那如果他说不痛 不痛是不是 那我就说 那没关系 可以先留着参考 那也许哪一天可能会有 会痛 哪天你就会痛了 我觉得我像卖salon pass 就是说你不可能保证 你这辈子都不会肌肉酸痛 对啊 我放着嘛 反正不会过期啊 我就放在那边 我就在那边 我电话也在那边嘛 打电话给我 我就把药布拿过来 会痛就打 对啊 我觉得要补充一点 就是 因为像CC他这一招啊 其实我觉得 不是很多人都会用 因为CC是一个 很会聊天的人 尤其是针对年纪大一点 像 像我 我感觉他很会聊天 很会屁话 可是那只有对年轻人 我才有办法 对 你这样没办法 我如果拜访客人 我是完全不聊天的 我一坐下来 直接电脑直接打开 所以 但是就像CC刚讲的 你不能一坐下来 就直接开始 砰介绍产品 然后砰讲这些东西有多好 那就完蛋 客户就会 基本上那个心强会起来啦 你就那个距离会拉开 所以 我电脑打开 我讲东西的时候 我也是先问他 就问他说 欸你以前有买过什么吗 那你都怎么做 就我不会 我基本上不太跟他聊天 因为我不知道要聊什么 哈哈哈 欸真的 因为 像我就不太会跟年轻人聊天 对对对对 然后凯莉就是超会跟我们同辈 真的他超会聊天 对 但是老年纪大一点 我真的不会 所以 但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公司 面对的客户 其实都是年纪比较大的 所以我一坐下来 我基本上都是问他很 很就是business的东西 对 但是我觉得 不管是理查的方式 我方才是事业的方式 我们的共通点都是 你要自然的建立好感 你不要太急 因为很多人都会认为 啊 叶我很会交朋友啊 你要很快就跟客人 很好很好 当很好的朋友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这样 因为这句话就很矛盾啊 因为 你要跟别人有友好的关系 其实友好关系 这件事情本来就需要时间 对 你要交朋友 你大学交朋友 那都是需要时间 你不可能一天 就跟那个人当吵好朋友 没有这种事情 对 所以当你带着 啊我要跟客户当好朋友 的心态去拜访客户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 为自己建立一个 很错误的心态 然后你就会用 很奇怪的态度 去跟这个客户讲话 你要嘛就是会很低声下气 因为你怕客户不喜欢你 要嘛就是你讲话很急躁 而且太直来直往 因为你会觉得 这样子比较真诚啊 客人觉得 我be myself啊 太油 太油 或者是太 没有 没有在动脑 直接那种感觉 不确定 每个人风格不一样 可是你的心态就怪怪 然后客人 其实当你自己也觉得怪怪 客人也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 不要用这种心态 你就是 其实我觉得 你只要保持 真诚 然后 最好一开始 就像男生约女生出去一样 你一开始 最好就是有礼貌 而且保守策略 因为你不知道 这个客人的个性 到底是什么 对 就像我们之前有四个象限嘛 你不知道他到底是四个象限哪一个 所以一开始你最好是以退为守 就是以守 以守为 不是以退为守是什么 以退为进 以退为进 以退为守 转手为攻 对 以退为进 然后再转手为攻 没错 说得好 老师 谢谢补充 老师刚刚有点累 好 然后这样子你才可以先观察 这个客人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人 然后 然后你一定要记得表示感谢 就是他愿意拨时间来听你讲 然后讲 跟他确定好你这次的目的 这样子你才可以 而且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跟约会一样 你可以把这一次面谈的 氛围的主导圈交给客户 嗯 你不要尝试地想要主导 这一次会面的氛围 你第一次跟客户见 有可能是在他的 公司的办公室 有可能在咖啡厅 有可能是吃饭 不一定 但是你不要急着 我一定要把气氛弄得很chill 很casual 我要讲一些笑话 或是 我一定要很震惊 我要跟他讲 我公司卖了什么很棒的东西 你不要想着主导 你坐下来 讲清楚你的目的之后 把主导圈给客户就好 因为客户他会 他的个性 他自己会决定 这样子这一次 我是要轻松的 严肃的 还是 还是要开心的 他自己会决定 对 你不要太急的 一定要得到一个结果 或是一定要一个氛围 这样子 就跟女生约会 其实是一样的 对吧 理查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有种 怎么讲 顺着对方的毛摸的感觉 对 对 不要 其实我也是属于那种 比较 强势的吗 也不是 就是如果第一次约会的话 我可能会比较像 比较被动 我会觉得对方反应 但是如果对方也是 没有什么反应 那我才会 对 主动出击 不然有时候会错 你知道吗 比如说 如果我太主动的话 就你知道 对方弯 就会被我吓到 可能就不是他喜欢的 对啊 对对对 没错 其实就是跟约会 是非常像的 我觉得就是 心态就是 你今天要去认识一个人 没错 这样就好了 他就是人 对 他就是一个人 他就是一个人 不要 不要把太多 title 放在你这个 要会面的人身上 这样你自己 会有太多的预设 没错 而且在这一个就是 你要去 见客户的第一次面的时候 他这边有两个principle 刚刚的principle 第一个是痛哲思辨 那现在有两个 一个是 people buy from people 然后第二个是 power buys from power 那people buy from people 是什么意思 就是刚刚Cee讲的 就是 是谁跟你买这个东西 是一个人 跟你买这个东西 但大家常会忘记这件事 这听起来很像智障 对不对 可是我每 我之前当业务的时候 有一阵子很迷惘的时候 有一天我突然就觉得 其实跟我买东西的是人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people buy from people 对啊 等一下你要解释一下 这什么意思 因为很多 尤其是B2B的销售 一定是需要人来卖东西 因为很多B2B 是没有办法从广告 或是规格书 或是一些网路 就直接买嘛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用人来买 所以这时候人就很重要 客户是人 那业务也是人 对业务也是人 那客户他会跟谁买 他会跟他愿意授权的那个人买 那他会授权给谁 他喜欢的人 所以你要怎么让这个客户喜欢你 这是一个业务他要下的课题 那所谓的喜欢 就不是像把 只是像把妹一样那么简单 所谓喜欢就又回到 刚刚我们讲的keyman 痛苦练表 他的painpoint 他的利益关系 到底是什么 然后再加上 你自己也要当一个讨人喜欢的人 人家看到 就像我们之前访问那个J 他有没有 他之前就有说 他觉得当业务 第一个就是要真诚 然后你要打扮得好看 然后你要可信度高 要能力高 他这边讲的就是一样 他觉得身为业务 你要怎么样让人家愿意信任你 喜欢你 就是你要有真诚 而且你要有能力 可以解决掉人家的问题 所以你就必须在整个销售的周期 包含不管有没有close deal 到后面follow up 你都必须要让你的这个客户 愿意一直授权给你 对 这就是people buy from people 因为常常大家会忘记啦 你就会一直突然 很容易只focus在solution跟product上 你就会觉得 那我这个有解决掉你的问题吗 我这个product可以吗 规格可以吗 你就一直狂问他一些solution 跟product或价格的东西 可是你会忘记他的感受 因为他其实也是人嘛 对 对 你会忘记 这个电话后面其实也是一个人 他也是人啊 他又不是网信 他又不是机器 又不是输入一个call说 哦这个价钱四百块 OK 这样 没有啊 然后四百万下单 也不是这样子 也不是这样子啊 对不对 不是什么东西都这么硬 可是很多业务会忘记这件事情 对 不要什么东西 永远只看product solution price 这三个是基本的 那什么业务可以做到更high level 就是你还可以照顾客户的感受 嗯 对 我觉得我想补充一个 就是我们如果谨记 people buy from people这件事情 当客户假设真的喜欢你的时候 其实他有时候 他根本不care 就是你的技术能力 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强 或者是怎样 因为他喜欢你这个人 他几乎 他就会把所有的机会 或权力下放给你 没错的 对 但大家也不要扭曲 好像觉得说 哦那我就是 整天搞那有的没就好 我就不用管 solution 也不是这样 也不是这样 但是 solution 是基本的 对 那一定要有的 对对对 但我真的有遇过那种 sales 是他可能 他真的 solution 什么那些都可能 扑扑 扑扑 可是他就是很会做人 很会交朋友 然后要把这些事情 就是这些 solution 东西往后丢 没错 也是有这样的 sales 也是有 因为就是回归我们说的 BASAPA嘛 你就找你的强项 也是可以 没错 对 那power buys from power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 有权力的人 就是 decision maker 他其实也是想要 授权给他觉得 权力比较高的业务 嗯 去买 所以常常 像我们之前 访问那个 那个个金 那个李专 他说他当初 刚毕业去当 当李专的时候 很多那种阿贝 看到他就不想要 跟他合作了嘛 因为他们觉得 因为那种power 他就想要对高的李专 就是资深的李专 不想对资钱的 对 因为他觉得 资深的你才有权力 才有权力 才有这个资源 可以给我更好的服务这样 那不管你现在的年纪是什么 你就应该让人家 给你一个专业 然后一种自信的感觉 那这自信从哪里来 就从你真正的能力来 不是从装 不是装来的 不是出门说 哦我好厉害 不是装逼装来的 对不是装逼的 是你真正能够 让客户感受到说 诶 这个业务他真的知道 我现在经历的痛点 是什么 而且我跟他合作 他会给我资源 还可以让我们彼此 win-win的状态 对 不会有一种 好像你一直在坑我 你一直在问我 到底要不要买 你整天在问我 要不要下单 但你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关心到说 我这边有我自己的难处 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边 可能要 就是要讲一个重点 就是power 其实不是说 不是说那什么贪婪 不是不是 对 不是你权力多大 或是你资深或资钱 其实这个power 其实是讲 你内外兼具的自信 就是你有没有销售的自信 可以让客户感受到 就是说你是值得信任的 或是说 你是很有自信 在卖这个产品 或是在服务 对 所以他这边的意思 这个power意思 其实就是你有没有 对你自己的这个职业 有负责任 有没有一定的专业 所以你不需要对客人 当你有一定的专业 跟你有一定的能力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对客人 毕恭毕敬 也不需要低声下气 但是你对他也不要 拽拽油油的 你就是 因为客户也是人嘛 所以在商言商 重点就是 你要让他对你放心 每一次的销售 他都很敢直接问你 把所有的痛点都告诉你 因为他知道 你会帮他解决 然后而且还会创造win-win 所以他就会很信任你这样 对 所以这两个 就要大家记得 那刚刚讲完说建立好感啊 那之后就会说 呃 就是你要记得去讲 你拜访的目的是什么啦 然后他这边有讲到一个 当你在讲你拜访的目的的时候 你也可以 如果 你可以 试情况 可是你也可以跟客户说 呃 如果他没兴趣 或是不需要 那我们也可以 聊别的 或是可以不用聊这个 就是 你要让客户 永远都有主导权在啊 嗯 嗯 我觉得我想补充 拜访的目的这个时候 有时候其实是 你要知道你这场会议的重点是什么 对 比如说你这一次 比如说你的重点就是我 我今天我就是要 呃 可能有一个产品 我觉得可能 针对他现在的这个痛点 可能有需求 那我想介绍给他认识 嗯 那下一步可能就是说 他们要针对这个产品做一些测试 对 对 那如果他不需要 或是说 哦 这个预算是明年 或是 明 呃 后年 那这个人就很久 那我们就把他做个record 就是说 OK好 那他可能现在需求还不到 那我可能两年后再跟他联络 对 对 类似这样 没错没错 就是你自己要定义清楚 你这是拜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啦 然后你要跟别人讲 才不会漫无目的地的乱讲 这样子 嗯 好 那我们进入了下一题 下一题 当你 coco玩 拜访玩 会面完了 你怎么去接触到decision maker 你们过去的经验是怎么做的呢 好 这题换我先讲 来 C同学 这一次由我先接触先登 那一个讨人艳的同学 可以 老师 这一题啊 其实 我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 我觉得生意还是聊出来的 就我觉得你要在第一时间内接触到decision maker 其实 我只能说那个几率很小 嗯 你可能知道一个方向 可能知道他是可能某一个部门的 可能他是HR部门 或是他IT部门 可是你永远不知道你对到的窗口 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决定 要不要下单的那个人 嗯 但是我觉得 生意永远是聊出来的 当你随便 呃 就是有一个方向 比如说我觉得应该是在IT部 那我就跟IT部的那个接洽到的人聊 那我会问他说 诶 那所以如果这个案子真的会成的话 你是最高主导权 还是你主管 嗯 然后他就会回答我 是他还是他的主管 嗯 那我接下来就进一步问说 诶 那下次开会的时候 你主管可不可以一起来 然后认识一下 或是我去你们拜访的时候 可不可以介绍认识一下 嗯 那我就可以真的认识到这个decision maker 没错没错 但我觉得有时候其实 真正的decision maker 也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呃 跟我们既有合作的窗口 可能认识一段时间 他才愿意介绍 对 因为有时候其实他们会有一种那种 怎么讲 位阶 位阶关系嘛 所以他不可能随便就把一个 主管拉进来 对主管拉进来 那他可能有损他的 对 因为他自己也要先评估 这个厂商到底能不能拿出来 对 他也要当个filter 对对对对 评估你是一个可信任的 或是值得介绍给主管的人 没错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其实真正的decision maker 可能真的要花一两个月 甚至三四个月以上 你才真的有办法转接到 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有这种case 就是我跟一个 我知道名就是他 就知道那个窗口是错误的窗口 可是我又一直找不到对的人 所以就这样如来如去 如了两三个月之后 他还跟我讲说 啊 原来现在这个 这个产品的负责人 可能是 嗯 另一个单位的主管 那我才真的转 转恰到 然后才顺顺利利的 才谈到后面的case 这样 因为我大部分卖的都是si嘛 所以我拜访si的时候 通常从会议的走向 就可以察觉到 谁是decision maker 嗯 就是主管位阶 其实那个都还蛮明显的 但如果是像说 也有遇过是 拜访几次之后 才接触到decision maker 那如果接触到的时候 我通常也不会太过于热情 因为经过几次才接触到 代表这个人是很保守的 或者是他们底下的人是 要多重过滤 觉得你qualify之后 才能引荐 这时候如果你表现得太随便 或者是太轻浮的话 对这个协理来说 他就会对底下的人 有很负面的评价 你不但给主管不好印象 你也给你的窗口很没面子 对 所以这种时候就是顺着毛摸 然后不要主动的去叨扰他 因为他需要你的时候 他就会找你 就是跟约会也是一模一样的概念 但我有时候很怕这种 就是跟我讲说 我们需要的时候会来找你 因为我觉得那个 就是对我而言会相对比较被动 所以我有时候 我会采取一个 有点半积极的方式 就是假设我对他的窗口 是错误的窗口 那我会先把 我觉得我可以提供的 立即性的 就可以立即性产生效益的一些资料 我先寄给这错误的窗口 我请他帮我forward给他的主管 对那如果 当然如果他可以直接提供 给我主管的email 那当然是最好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 就是最积极的当然是 你直接打电话给他主管 但是如果他不想接 或是他不给你分级 那你就只能用寄信的方式 先请他forward 对我觉得这就是 另一个我觉得可以展现 你想要合作诚意的一种方式 对 那 其实这里面 我们之前的老板就有 跟我们提到说 基本上你在面对客户的时候 他们会有四种人 那这四种人就是帮助你 成功销售的重要的人 第一个是economic buyer 他就是掌握预算的人 那每一个案件 掌握预算的部门是不一样的 那他掌握预算 就表示他需要去评估 你这个solution 到底是不是有ROI 是不是回本的 那再来第二种是user buyer 是实际最后会使用 你这个solution的人 那 再来是technical buyer technical buyer是 假设现在要导入ERP系统好了 ERP使用的单位 有可能是HR嘛 对不对 但是HR不懂技术啊 他不懂你要串那些API 那些软体的功能 到底好还是不好 这时候他就需要去找IT部门 来帮他做评估 那这IT部门呢 没办法决定要不要买 但是他可以告诉 这个user说 这个不太好 对 他没办法say yes 但是他可以say no 对 所以technical buyer 基本上他 他会顾虑到的点 其实 其实很简单 就技术可不可行 技术可不可行嘛 因为然后第二 会不会麻烦到我 我买你的东西 我该不会还要自己 在写API串吧 就要客制化 对我该不会还要自己 客制东西吧 还是之后我会不会 很多报表 我还要自己重新拉出来 自己重新排 所以这些东西 当你的 当你的ERP 是需要别人产表 报表自己手动排 另外一间不用 然后价格还一样 那他当然是跟HR说买另外一间嘛 是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 你technical buyer 他clear点是什么 那再来是coach 那coach呢 就是我们刚刚最常提到的 就是我们可能第一 第一次开发会接触到的窗口 他没有办法 给你 他没办法做任何决定 可是他可以当你的好朋友 给你很多资讯 他基本上就会跟你一直update很多事情 就是我们采购 已经差不多那采购流程要开始了哦 那个溢价 有可能 你可能要留个10% 或是 你那个怎样 他可能会愿意告诉你很多事情 那这个人你就要好好把握 对 跟他当非常好的朋友 其实coach有点像装脚 我觉得 对 就是他可以让你告知说 现在内部装的进展到哪里啊 然后给你update这样 没错 所以 对每一个人要讲的话不一样 像是 而且像economic buyer 基本上 可能是管理部门啊 然后最后真的要下单的可能是采购 基本上他们 在user buyer跟technical buyer 点头之前 他们是不会有动作的 对 所以你一定要先搞清楚说 你现在面对的人是谁要讲什么 对 如果technical buyer说你东西不行 那economic buyer绝对不会下单 绝对不会 那user buyer也会觉得好 那我要去找别间 对 所以其实technical buyer是你的入场卷 没错 你要通过他你才有可能拿到这个单 所以我觉得我看这个我马上想到一整个业务故事 你知道吗 就像我们 好像跑RPG 对我觉得 可以写成一个故事书 可以写成一个童话书 所以如果要用这四个buyer 讲一个业务的一个真实案例故事 我觉得可以这样开始 可能就是一开始你会先打电话 这是床编故事 你就会先接到一个coach 那这个coach就是你这间公司最好的朋友 他跟你讲说 我们公司最近很想买一个产品 你们公司有卖哦 是哦 那你可不可以把一些相关资讯给我 这样 没错没错 coach都是这样 coach接下来呢 就会OK 那我要请内部评估一下 那我把那个技术人员CC在email 那technical buyer就会进来 就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很麻烦 确定可以吗 确定可以吗 这个程式这样写 你可以帮忙吗 我们可以有个测试的POC时间吗 然后那个童话书的主角就会满头问号 然后又很紧张 对对对 然后他就要POC了 要demo了 对然后接下来请公司的公员师帮忙support 那接下来 technical buyer说 哦好了 这样评估块应该是可以做 应该是可以 对而且在demo的时候 user buyer在旁边看 对user buyer来看 在后面 在后面这样偷 拿望眼镜这样偷看 user buyer可能就问说 那你们有使用手册吗 是中文的吗 还是英文的 你们实际案例有谁 有谁用过你们的 对 你可以有些敬业有用过 然后接下来 user buyer说OK 听起来还不错哦 可以试看看 那接下来economic buyer 可能采购就会进来 这个钱好像有点太贵了 可不可以再降个10%等等 不然我们可能要选其他厂商 那这时候你再跑去问coach说 真的吗 你们那个真的有找很多间吗 还是只有我 对 像溢价你觉得我要留多少 留5%就够 留5%就够 5%吗 真的吗 好 然后我们就降5%给economic buyer economic buyer OK 好 签约 下单 这都市听起来好顺利 然后就幸福又快乐 对 从此以后就幸福快乐的日子 通常是不会幸福快乐 通常接下来签约之后 就开始 怎么系统都出状况了 开始悲剧 就变成下集 下集 对那是下集 那是下集 就是白雪公主结婚后 生小孩之后 家里很乱啊 厨房很脏啊 user buyer嫌不好用 take new buyer什么 怎么又要扣字化 coach说 我没办法做你的朋友 业务人生 他就是post presell市长这样 然后他们就是post 没错 那业务这时候就可以再进场 就说我们还有别的产品 可以解决一下 我的产品可以解决 我才有一个产品的问题 下一个新 再削一笔 爽啦 This is sales life OK 爽 好 大家讲得非常好 刚刚的故事也讲得非常好 大概就是那样 那我们现在呢 刚刚讲了痛哲思变 讲了people buy from people 那也讲了power buys from power 那再来第四个principle you can't and you don't sell to the one who can't decide 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没办法卖 你也不要花时间 在没有权力决定事情的人身上 基本上我觉得这本书 他会一直很希望业务好好利用自己的时间啦 所以他会觉得说 你在销售的早期 就像刚刚李长熙有讲 其实在会议中就可以观察到 到底谁是什么样的角色 你应该要花时间 在会议上跟每一次的会面 你都应该要把握机会 去了解你对 你看到的 你讲到话的每一个人 他的职责 他的地位是什么 你不要每一次去 都一直在介绍自己的东西 一直在想自己 其实你应该要花时间去观察其他人 这个时间好好利用 观察到其他人之后 你就知道你应该要花什么时间 在什么人身上 然后讲什么话 那你必要的时候 他这边有讲说 因为刚刚都有讲嘛 其实接触到decision maker 是一个需要时间的东西 可是当一个客户 他真的需要 他真的想要买你的东西的时候 基本上一定会让decision maker进来 最后一定到某一个阶段 一定会进来的 所以当你花了非常多时间 他都不愿意 让你的让那个decision maker进来的时候 他这边会 他这边有讲两个方式 反正你自己应该要花时间去观察 那再来是 你第一个 就像你这个窗口 或是像你这个coach 去问说 有没有其他的key man 有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联络 你直接就跟他讲了 那如果我希望这案子可以close 可以继续go的话 你觉得我还可以联络谁 那如果他还是不愿意讲 基本上他只是玩完的啦 对 就问问的 那就是在浪费你的时间这样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先放在一边 那 再来就是你自己 就是去想 他这边有说就是你就是巧妙的退出 就不要花太多effort 或是你自己去想办法找到support你的KRD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边的 这一题的 这一章节他的最大的重点 就是你每一次的会 你要把握每次的会面去观察 每一个人的职责在哪里 对 然后再来是 你要懂得用你的资源 作为交换的条件 然后去争取要接近权利者 对 其实我觉得他讲了一个 其实重点是我自己主管才能跟我讲 因为他有时候其实很care 就是说我们每一天的 每一个手上的案件 到底有没有进展 对 那案件有进展的时候 通常都是你对到一个对的窗口 然后他会不断地有一些新的资讯 然后会有下一步 next action 然后你每一天都会有新的进展的时候 其实就代表说 你每天的时间是花在有效益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对的是错误的窗口的时候 其实你会 常常如果主管问你说 你这个案子怎么拖那么久 现在还没有进展 那就代表说 你对到窗口 第一他可能是错的 第二个就是说 这客户跟你玩玩的 他只是想写报告 他也没有真的要花钱做这件事情 那其实你就把时间 真的投入在一个错误的一个opportunity 对 那你如果这时候还很执着 一直联络他 一直问他 现在进度怎么样 那你就很奇怪了 对你就在浪费时间 对你就在浪费时间 对 因为时间有限 就表示你能够报告的东西就变少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之前老板也有说嘛 业务一天的时间就是 上班那几个小时 八小时 对啊 你八小时如果没办法妥善运用在 对的客户身上 而是放在错误的客户 那你业绩永远起不来 没错 你就是 而且我觉得 很重要就是你要把握每次见面的机会 因为有些业务很容易 像我一开始在当业务的时候也是 就是一开始去见客户的时候 完全没有在管到底坐我对面的谁是谁 就只记得名字而已 然后就开始狂介绍这些东西 对啊 可是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谁是谁 对 没错 我这次在回答这些题目的时候 就是从我失败的会面开始想 对 我就觉得我以前啊 就是第一年的时候 那些拜访都没有成功 就是因为我都在讲我自己的事 对 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是谁 就是狂讲 对 我也不在乎他们做什么专案 我们就是那种第一次跟女生约会很讨人业的那种男生 对 对 我们很厉害哦 我很屌哦 超厉害 我都开宾室哦 要不要合作 对啊 猛哦 其实我后来发现如果有时候真的会成案子 未必要去介绍自己的公司 对啊 对反而是先理解说你的问题点在哪或需求 我反而有时候 因为你知道我们习惯性如果比较 刚进职场的时候 可能会就直接从简报开始 我们公司成立什么时候 震惊有没有 震惊为作 对对对 可是人家根本不care你资本额多少 或是你成立 他care的话他会问啊 基本上 对啊 所以你可以先从你自己跟对方 从对方开始 从对方开始 从一个简报比赛变成一个业务的过程 对 对不对 一开始一定会简报比赛 没办法 因为就是学生嘛 就没办法 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登朵朵朵的过程 就是你知道 以前那种履历表不都会写说 我爸妈是谁啊 然后我姐姐是谁啊 有啊 以前大家不是会这样行吗 就家人是组成 我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三个姐姐 然后我们都住在一起 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简报的时候 也会一开始就先把自己公司 比如说成立几年 然后资本额多大拿出来讲 就也是会啊 会啊会 还是会 但其实客户未必那么care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反过来 先切入重点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 我们公司其实是这样的 对对对 就是你自己要观察啦 这有些客户的确是很严肃 比较老派 他的确喜欢你从头开始介绍 那你就从头开始介绍 反正自己要观察 对 那好 我们进入我们最后一题 OK OK 你觉得跟客户要close the deal 最后的协议的关键是什么 协议的关键 那我先发表我自己的看法 好 对 你说最后答案协议应该就是签单了吧 我想 就你觉得要怎么样才可以进入到签单 或者是如果要进入签单 你应该要做什么准备这样 OK 那我个人认为如果最后进到签单这个阶段的时候 一定是你的产品真的有帮助到它 对就是你 你有没有满足它当初的痛点 如果它痛点真的因为你提供的产品 而得以解消它的痛苦 那我觉得和乐而不为 没错 就一定会合作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有帮助到它解决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 你的价钱又合不合理 对 如果你的价钱是一个天价才能解决它的问题 那可能也就下次再 就掰扑 再掰扑这样 对 因为这同时当然价钱合理的部分 当然还有考虑到说你可能会有竞争对手 对 那如果你跟你的对手都有办法 让客户的痛苦减轻的话 那谁价钱更合理 当然就更可能合作 对 那如果撇开价钱这件事情 就如果你价钱硬是比别人高 可是人家还愿意跟你合作 那我觉得它只有一个点 就是客户信任你 而且他喜欢你 对 对所以我觉得 这三个点都蛮重要的 如果你有办法 你的产品真的帮助到它 你价钱也合理 客户又信任你又喜欢你 那当然就是你的 没错 对 没错 那我自己的话 因为我比较少对到终端客户 所以我的客户都是SI 那基本上他们卖我的东西就是为了 产品对价格对的情况下 他们要赚钱 所以我会觉得说 当我让他们觉得很划算的时候 就会close deal 但这个划算呢 我会用一些招数 但我不知道这适不适合大家学习 你说 稍微有一点情绪勒索 我会让他们知道我做了什么努力 让他们对我有点painse 跟不好意思 会觉得这一单没有给我做 会有点不好意思 比如说 然后就会在互相激欠人情的情况下 一直做下一单 这也不错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招数 对 但是你有没有举例 有没有一个案例 能不能量化一下 讲一下 可能会说 举例哦 可能会说 就我真的花很多 好难讲哦 比如说我真的花很多时间 在做这些事情啊 然后他就说 我每个礼拜都在处你的事情而已啊 就是会讲这种 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油 一点点 其实这不错 这也是一个招数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CZ这个人的属性啦 他是一个 CZ就是一个PA很强的一个 People argument 很强的一个人 我不会默默承受 我做什么我就一定会让他知道 然后甚至有时候会乘以1.2倍 对 我可以举一个实例 比如我们常在POC阶段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不收钱 POC是什么 POC就是 Proof Concept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验证概念的意思 就是说验证你的产品 是不是真的可信 就下单前会有个测试 对测试 那POC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说 你的产品是不是真的 有办法解决到我的痛点 那如果OK 那当然就使用嘛 那如果不OK 那当然就再见拜拜 对那POC阶段的时候 常常做 我们做的是免钱的工 就是说我们 就是测试给你看嘛 那测试的时候可能 短的话可能三天 长的话可能一两个月都有 那其实这个工 其实都是我们这些业务 或是公司的资源 花的effort 那我觉得如果要呼应 刚刚自己讲的 就是说我们都已经 做了什么做了什么 类似有点情绪勒索的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套用在这个情境 就是说啊 我们可能已经协助你 去免费的去测试这个产品 然后可能有一些客制的话 我们也协助您 对 帮助符合您现在的需求 对 那我想就是 如果这只是差一点点钱的话 是不是真的还是 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合作 然后我们可能 就之后可能合作才会愉快 这样 我就会说 这些POC的内容 我们原本都是收费的 真的都是为了support你 我都已经就会被订啊 然后这些cost 都是计算在我个人的成本身上 你真的是帮个忙 我们已经花很多很多时间了 对 我觉得有个重点 就是服务有价化 对 不要让客户觉得说 什么都要免费 对 这很重要 就是你的服务其实是有价值的 对 那我觉得这个我自己也在学习 就是说 其实我们公司提供的各种support 其实它都有一个价值在 只是我们为了要争取你这个客户 我提供了免费的这个服务 但是它其实原本是有价的 对 免费的最贵 对 因为人力要钱 但是在亚洲市场 他们不觉得人力要钱 对 他觉得你免费应该 欧美觉得人力要钱 对 但亚洲就不觉得 对对对 那你们刚刚讲的都非常赞 Yeah High pass 其实刚刚你们讲到一个重点啦 基本上就是资源要交换 我们不讲情绪勒索 我们讲的是资源交换 因为我的确投资了时间 我也投资了设备跟 对我来讲是我的薪水 在你身上 那这时候 你觉得我的东西不OK OK好 但是你要告诉我为什么 那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给我 比如说下一个案子的detail你给我 这个案子我拿不到好了 那下一个案子的detail是什么 或是后续有没有forecast 后续假设他是discity 你库存能够背几台 或者是我们接下来价格怎么谈 就是每一次我的付出 我都应该要有等值的交换 那即使是这一次我没有赢到这个案子 那你是不是还可以给我什么别的东西 所以也是等值交换 对其实是等值交换 只是你要懂得 你自己这次付出的价值在哪里 那你这个价值等于客户能够给你什么 你应该要去评估你每次的付出 对他这本书其实很强调 他就很怕业务没睡好吧 我觉得他很希望业务早点下班 他很强调你每一次花的时间 跟你每一次的付出 到底是不是有等值的交换这样子 那他这边有讲说一个 还有刚刚你们讲的 我觉得是蛮适合SI的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 就我花了多少时间什么 对对对其实非常适合SI 但是如果是end user的话 你可能要评估一下 对因为end user他的利益关系比较重 采购部门啊管理部啊IT部门 其实是互相监督的 对所以这时候你就要自己去知道说 好我这次花了这么多时间 可是失败了 那我还能够得到什么 你就用别的方式去跟人家谈 对对对 因为每一个客户属性不一样的 对对 那他这边还有提到一个就是 close the deal这件事情 他作者还有包含我们之前老板 讲的都一样 时间到了就会close deal 你不要去追下单的时间 因为你追不到 因为每一个单 是有他自己的程序要跑的 那其实你的工作应该是 让客户舒服的跑完这个流程 而不是一直在催客户说 你什么时候要下单 对对 因为我们老板之前就有说 他之前开会的时候就会看着我们 然后就问我们说 Kelly 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因为那时候我还有男朋友的时候 他就说 当我还有男朋友的时候 他就会说 你会给你男朋友结婚吗 然后我就 不知道 然后他就说 那你什么时候想跟他结婚 然后我就 不知道 然后他就说 就没有人要你的时候嘛 当你很老的时候了嘛 你没时间 你想生小孩的时候 你就会跟他结婚了嘛 好坏喔 老板 so mean 但是 超级有道理 就的确就是没有人要我的时候 那他又 not bad 对对 对我好 然后呢 刚好也是现有的一个人 那我就会跟他结婚 所以 客户跟Colsteel也是一样 就是 客户已经快没时间了 他必须要安装 他必须要交差 他就会跟你下单了 对 所以不要催客户 可是我这边想提个不同意见 我觉得有一些 有些客户的case 其实有时候你反而要积极一点 就是 像我其实我现在的产业 其实我有时候必须要 常常去追客户现在的进度 可能是哪里 因为 可能跟我们卖一样产品的人太多了 那如果这个客户不跟我下单 那我好歹也要知道一个理由 对 应该是说 要随时follow up 对 但是你不能一直问客人 什么时候要close 对 对对对 但是一定要随时follow up 因为你总不能突然三个月 没有联络这样子 对啊 我大概懂他意思 就是不是一直问说 你要下单了没 你要下单了没 对对对 只是说关心一下近况 对对对 你要follow up 你要陪你的客人走完这个采购之旅 但你不是在鞭策他 你给我快一点 你给我快一点 go go 我要蛋 懂吗 你要当陪跑员 对对对对 你不能像在拉狗一样 一直在那边逼他跟你在那边遛狗 对不是骑脚踏车在后面叫他狗 对 哈哈哈哈 客户 fall 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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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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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 笑 你说骑脚踏车然后拉狗链这样子吗 对 快点 然后狗在 我也是骑脚踏车然后狗在前面 我们这样追他 你快点 没有是我们这样拉他 哈哈哈 对啊 客户也不舒服啦 因为他自己有了他自己的事情要忙 又不是只有你 又不是只有你这个人对不对 对啊 所以不要去追他 要不要下单 然后 再来是 就再来是一个 刚刚CG跟理查有讲到 因为销售当中 你要随时准备好 这个客户会突然 突然 弃单 消失 对会突然 所以你要搞清楚 你卖了产品价值 然后你花了时间 你要怎么去交换你的资源 这次即使输了 你要怎么得到下一个东西 然后 更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永远都营造 win-win situation 没有说谁坑谁 没有谁赚到了 都是双棒都赚 对 然后这样你才可以继续follow up 然后永远有更多的案子与业绩这样 没错 没错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谢谢凯莉老师 不客气 好 终于下课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podcast每周三更新 我们在Apple Podcast Spotify SongOn KKbox First Story 还有Mixerbox上都有更新 大家如果有相关故事要跟我们分享 欢迎投稿业务告解释 今天就到这边咯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